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相信有很多人说虎头蛇尾 为什么说虎头蛇尾 因为早盘冲高的时候 一度大涨171点 天啊 到最后就涨39点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为什么早盘会冲到大涨177点 因为当时大家看到什么 哇 老师长龙有在冲哦 阳明有在冲哦 对不对 望海还冲到快要快要涨停那种感觉哦 结果各位都稍微压回 那上午也讲过了 你如果有长龙 阳明 望海 我说你也不用杀了 你就等 空手的等最好来粘线 懂吧 然后龙之有在减 很漂亮 连续两天不管是长龙 还是望海 融资都有减 那融资减肥幅度最大的呢 弹的力道就最强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 老师今天的望海弹最强 因为融资减最多的是望海 再来就是长龙 那减最少的是阳明对吧 那尚未说过了 这些股票如果你是高档套下来的 那弹上来你要懂得跑一下啊 弹上来要懂得跑一下啊 可是如果你是空手的 那你也不一定要急着马上买 破贵三雄 是不是有更好的标的我已经送给你了 来我们先看大盘 我说关键在这里 悬股可以战胜一切 什么叫悬股可以战胜一切 各位大盘杀到16162 为什么上回告诉你 会破底翻先弹再说 有没有弹 当然有弹啦 那重点是什么 为什么会弹 当时我算给各位看 整个大盘跌掉了1872点 跌了10.38% 也就是10.4%啦 那融资呢减了15.6% 然后KD再低档 我说会背离交叉往上 有没有有吧 然后到了现在 到了昨天 你会发觉到 KD果然是交叉往上 然后融资续减 融资继续减喔 所以融资又减了17% 所以这个盘随时会往上 那现在大盘 就会陷入这一条叫做季线 这一条叫年线 就是这个大区块 所以关键还是在哪里 选股嘛 这就是我讲的 你知道选对股票 你会发觉到大盘跌1872点 我公开送给你的四星KY 请问各位 你看到什么答案 它就是这样长 为什么 融资啊 融资的减肥幅度 就是大于大盘的跌幅 没错吧 好当你错过了四星KY 我是不是又给你以胜KY 小小四星叫以胜KY 你又发觉哇 冲到688 这一段冲上来各位请看 你说老师今天它是很强哦 对不对 今天它是很强啊 买黑不买红它就拉上来 对不对 可是各位请看清楚 这段日子 这段日子 是什么日子 是这段日子 这是选股的差异器 我没有叫你去追以胜KY哦 你是拉回来才可以买 拉回来才可以买哦 上个礼拜五 以胜KY我都已经获利出清了哦 对不对 好 那到了十月份呢 我又告诉各位 各位我又告诉你什么 虽然盘不好做 我又告诉你 这档股票要动了 那我怎么讲的 来请看日子 这个也是大盘跌1471点 请问它是不是底部一直出来 蓬城 足底也完成哦 这一根也出现多头吞噬哦 所以你发觉到老师 今天有达大涨 长龙也是啊 长龙只涨五毛哎 阳明才涨一块哎 这就是早上断完农资 稍微谈一下 你不要太高兴 以为说哇 就一帆风顺了 只有万海涨比较多哎 可是万海也还没有走完哎 可是你发觉老师 这个就不一样哎 这个大盘从1763杀下来 他都没有破底哎 然后蓬城呢 蓬城呢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也足底完成哦 投资朋友当你看完这段VCR 是在勾起什么回忆 也就是10月5号那一天啊 很多股票都强坛 对不对 来看一下10月5号这一天 也就是我告诉你16162 已经怎么样止跌了 会强坛 没错会强坛 没错会强坛 但是你要买对股票啊 他就再破一次底 这就是筹码沉淀不够啊 他又破一次底 有没有 他又破一次底 他呢 就是不一样吧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筹码 有没有沉淀的重要性 当然现在我也告诉各位 长龙阳明旺海 如果你持有者 也不用在这边杀低啊 你就等吧 如果靠近年线 那最近融资有止跌 漂亮 那个地方才是买点 可是当长龙阳明旺海 还没来年线之前呢 已经有一档 已经有一档 航运股来了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你如果空手的 你不用急着现在去抢 因为你现在去抢 会觉得不好做 你会发觉到 是今天大盘 虎头蛇尾 今天蓬城也是上涨的 那我昨天是不是告诉各位 你不要空手的 不用急着 现在去抢长龙阳明旺海 你去布局这一档 因为他已经来到年线了 最重要是他的融资减肥幅度 大于个股的跌幅了 很多人找不到答案 是吧 为什么找不到答案 老师为什么很多股票 已经基本面好到不行 可是为什么一直跌 我就说因为筹码 筹码沉淀不够 筹码不够安定 好那昨天上回怎么讲中飞航的 来请看VCR 来啦告诉你啦 是他啦 是他啦 叫中飞航啦 上半年赚6.84 9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第三季营收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各位 第三季公司预估赚超过半个股本 也就是超过5块钱 那请问各位 上半年赚6.84 第三季赚5块钱 而且各位 中飞航前三季已经赚赢去年一整年啦 营收什么都已经赢过去年一整年啦 也就是说 再加上第三季至少赚5块 那么已经赚12块了 然后重点来了 他个股跌到83块1来碰年限 个股跌了48.06% 可是融资一算 好漂亮 融资减了54.17% 有没有 是吧 所以我说千早万早找到了 要基本面有基本面 要筹码面 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跌幅 而且碰到年限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说 如果长龙阳明旺海有碰到年限 我才会考虑 可是各位 当长龙阳明旺海 还没碰到年限之前 中飞航来了 投资朋友这段VCR非常的清楚 有没有 我说当长龙阳明旺海还没有碰到年限以前 中飞航先来 而且他的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的跌幅 而且基本面 各位前三季 大概就赚12块 因为第三季 公司讲了至少半个股本 所以就很清楚 对不对 前三季 他就可以赚12块以上 那股价 昨天刷到85 这一波最低831 对不对 来到85 昨天 然后我还告诉你 指标他也是正式交叉往上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对不对 所以符合了低基奇 低本益比 筹码安定 指标交叉往上 所以今天涨得 大家说老师量不够不够 人家是慢慢加温 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所以我也不怕你知道 这些股票我都不怕你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各位 选股 选股 尤其这一波 大家觉得盘很弱 但是各位 明天呢 有没有机会 因为今天下午的台积电法说会 大家知道了吧 他说第三季 EPS6.03 这是创历史新高的 单季 那如果台积电明天涨一下呢 完了太漂亮了 来带动一下 因为今天的台积电呢 只有涨2块 而且你看到 大家在等待 有没有 579到573 高低点6块 就收在573 所以你看K线会觉得很丑 因为大家就是在观望 等他2点之后的法说 出来呢 那明天台积电有没有机会 直接跳空开高 我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 所以现在也就是告诉各位 不管是台积电 再来就是鸿海 就是鸿海 鸿海下个礼拜一的鸿海科技日 那会怎么走 红家军 电动的电动车 MIH大联盟里面的哪些个股 是可以接的 很清楚 对不对 就像广宇跟乙胜 我的选择叫做乙胜 但是乙胜呢 我也告诉各位为什么选择他 然后在上个礼拜五 我说为什么要卖一下 因为出大量 那你拉回来你要买都可以 你就不要在这里追就好 不选广宇的道理在这里 广宇也是上个礼拜创新高 为什么也跟着拉回 可是差异性在哪里呢 就是在筹码 乙胜的融资减肥幅度 有大于个股的跌幅 广宇还没有 但是广宇乙胜都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多头排列 什么意思 各位你看 这是不是多头排列 而且底打得很漂亮 是吧 这是不是都多头排列 你看跟大盘比 你就发觉老师 大盘这样杀的时候 乙胜是这样涨 广宇也是这样涨 但是两档选一档 我是选乙胜 而且上礼拜我也获利出清了 有拉回再说吧 他说老师那宏家军呢 宏家军呢 你如果错过乙胜 宏家军还有很多好标的啊 好 再来再来 既然我昨天已经公开告诉各位了 有没有 你就是要找这种 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跌幅的 目前航运股我就找到中非航 但是长龙阳明旺海我还在关注 我在关注什么 我在关注他的融资 有没有继续减 昨天融资有减但是昨天的减幅不大 不像前天长龙一天融资就大减了15000张 昨天就减了几千张而已 如果今天融资能够再减 然后反而能够继续买那太棒了 那就不一定要碰年线了 他只要稍微靠近年线 搞不好就出手了 但是我说过还没有出手以前 先做中非航 这样懂清楚吧 非常清楚 因为筹码安定才是第一位 好那现在呢来各位 我要你火力集中 一档就够了啦 你看这档个股融资减得非常漂亮 个股跌46% 融资减55% 重点在这里 KD背离交叉往上 很漂亮非常漂亮 刚交叉往上 所以一档一档来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说 我帮你选好股 我帮你换好股 我让你反败为胜 单股金赚188 各位折优进场 你不要什么都想买 懂不懂 就像我说的 以胜跟广宇 我就是选择以胜 如果你的资金不是很大 你就是一档一档来啊 好现在以胜我做完了 那你来做它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来做它就好了 而且你一定买得起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高价股 人人买得起 人人买得起 因为它不是高价股 所以各位这档个股 请你好好把握 我帮你选好股 我帮你换成好股 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涨不动 就换到这里来 你才有资格反败为胜 单股金赚188 好好的把握 利用中场休息时间 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金牛新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雇 祝您发大财 面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金牛新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雇 祝您发大财 面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尚维节目的 赶快扫描QR Code 或者是直接搜寻邓尚维三个字 记得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 那今天 今天在五七同学会 当然 主持人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想郭董 郭董的农历生日 对不对 昨天是郭董的农历生日 然后他也透露很多讯息说 他会用神秘的嘉宾 然后会开他们的 宏华的电动车 来进入会场 也就是10月18号的 鸿海科技日 好 重点就来 电动车这个长线的需求爆发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关键就来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乙胜跟广宇 我是选择乙胜 好不好 我是选择乙胜 好 康普美奇马 康普美奇马也不错 那怎么做 再来就是鸿海 鸿海 外资开始油卖转 油卖转买 投信是九连买 那鸿海 现在是长线买点到了吗 然后再加上车用电子 不管是同心电 经验 长华科 长科 那到底怎么样 可是这些个股 我告诉各位 我精挑细选 我说过了 因为红家军里面 红家军里面的股票 总共有32档 红家军 红家军里面的股票 有32档 但是你不可能去32档都买 因为有很多股票量不大 量很少 所以扣来扣去扣来扣去 真正可以布局的红家军 就四五档 而且要去找 筹码真的有沉淀 什么叫真的筹码有沉淀 就是融资的减肥幅度 有大于个股跌幅的 这就是我讲的 为什么乙胜跟光语 我选择乙胜 因为乙胜的融资减幅 有大于个股的跌幅 光语还差一点点 那光语也不错啦 没有差很多啦 可是二折一当然是选最好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红海可以买了吗 很多次老师要红海咧 我告诉各位红海其实也符合条件 什么意思 这一条叫做年线 你看看 红海今天又重回年线了 跌破年线又回到年线 那基本上 年线是上扬的 没错吧 好 关键在这里 红海从134.5 跌到本坡低点101 是跌了24.9% 融资一算 从75728 跌到昨天的51684 融资余额 是减了31.75% 所以我说红海可以买啦 或许你觉得最近都涨不动 涨不动 对不对 今天也是涨一点点 搞不好明天或下礼拜 就突然跳空 就突然来大涨的3块5块 都有可能啊 可是关键就是 这个地方 它的长线的投资价值就浮现了 尤其整个电动车的这个趋势 大家看得懂 那一旦 一旦未来的红海 就不是以前那个毛山道士了 对不对 因为跨路电动车 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未来的红海是好的 所以以长线来讲 你要问我说红海 现在可不可以把它当成那种定存组啊 做长期投资 我说可以 绝对可以 为什么 来各位请看哦 你看长一点 请问各位 你觉得红海这里是高点还是低点 你自己看 就这么巧 所以你这个是站在一个什么 长线的攻击点上啊 然后你看哦 算本益比 它也比大盘低啦 上半年赚4.18嘛 那今年呢 预估赚8块9块都有 对不对 那100出头 很低啊 所以也符合了低本益比 这个呢 长线是不是低基期 自己看 长线是不是低基期 所以呢 整个长期的趋势 红海是OK的 红海是OK的 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看呢 指标也是交叉往上的 所以随时都有机会大涨哦 好 那红家军里面呢 以上就不用讲了吧 好 红家军里面还有这一档 也跌够了 叫天玉 上半年赚15.35 那今年赚30块好不好 来个股 跌翻了 对老师 从319跌到175.5 跌到昨天 175.5 跌了44.98个百分点 融资从20285跌到昨天 109.67算一下 跌够了 跌45.89% 这里股价创新低 KD这里会背离交叉往上 我早上在印图的时候 是还没交叉啦 那我为什么把这个K值写在这里 是这个地方 K15 D24.43 然后早上我印图的时候 KD值是17.85 21.7 是不是什么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股价 股价在创新低的时候 各位股价在创新低的时候 KD值没有在创新低 所以随时会背离交叉往上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回到日线 我们马上来验证一下 结果如何呢 来 这是不是背离了 是不是交叉了 K24D23.85 是不是K穿过D 黄金交叉 股价创新低 KD值背离交叉往上 这叫多头 强烈的反转讯号 会不会长 会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没有符合D本预比 有 有 本预比各位数 有没有符合筹码安定 有 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跌幅 有没有符合技术指标 KD低档背离交叉往上 有 完全符合 所以洪家军的天域要涨了 这就是选股啊 你不见得要买鸿海 你鸿海可以当长线投资 当存股OK 但是短线要快一点有利润 天域 因为跌得够深 筹码沉淀的够 本预比够低 然后KD指标才刚低档交叉往上 背离的讯号就是反转讯号 所以它很快会在干嘛 补这个缺口 这里有个缺口 这里有个缺口 那你短线就有价差了 你不要被杀掉啊 不要杀在昨天跟今天啊 要涨了呢 好 再来 车用垫子里面还有谁 符合这个条件 来 各位 同心电 老师啊 同心电跌很惨耶 对 跌很惨 你机会来了 你的机会来了 跌多惨 来看一下 从284跌到208 很惨喔 跌了26.76% 可是你看到这里会很高兴 哇 老师 融资减了50.27个百分点啊 所以要涨啦 再看KD 你去看这里就好了 再看这里就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今天大碗感觉虎头蛇尾 他大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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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时间不多了 不跟你废话了 赶快来 反正我帮你选好股换好股 火力集中一档就够了好不好 一档就够了 我帮你选好股换好股 反败为胜 这一档是 不是高价股 也是100块以下的 你说老师天狱是100块以上对 100块以下就买它 火力集中一档就够了 帮你选好股换好股 帮你反败为胜 好好把握单股金赚188 好好把握 当然强大前五名 上回会亲自帮你做资金规划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一档时间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